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A1G困难波 你就从首尔回来 谢谢大家 大家如果有留意雷霆881 早上在晨朗的一天出发 和晚上人民大学中 都会有阿波去首尔 看这一个社会创新之旅的精华片段 这个星期还出的 上个星期跟你谈过两个场合电话之后 这个星期就会跟同学们讲解一下他们的感受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都是想看看 究竟头版有什么答案 但我看完我觉得其实答案一早就说了 好多次,好像现在换了地区 可以整个月,播放整个月之前的一段 只要把地方名转了就可以了 所以解禁新闻学要再用力一点做 其实答案很做得到 你用不用的 包括你看到现在开始的政治人物 都转了一点点角度说 这个水货客 这次就轮到占领元朗 文汇报和东方就说 元朗知事暴徒集境 这边就查港独乱元朗 然后元朗大运战呢 都是苹果的角度来的 另外免费报章来说 就只是头条日报 是元朗爆大运战 你看到其他几份的报章都不是这些题目 稍后再和大家拆解一下 头条日报在星岛旗下 比较容易做到这件事 有另外一个集团的支援 其实情报也是的 但情报因为它是经济日报 又是它星期日报报纸 所以在这方面免费报章来说 头条日报就可以用到一个synergy 用到那个协同效应 用到星岛的协同效应 答案我们说了N次 包括边境的购物城 不要说边境水货城 很奇怪 如果你要边境水货城 好像香港人不能去 当然你给香港人去 香港人去不去是另一件事 但可以去的 不是边境水货城 不过话虽如此 都有很多香港人走水货 一半半左右 有些研究说香港人走水货 比大陆人多 他要赚钱 赚一转跑一转赚几百元 边境水货城 然后这个答案 其实林浣江已经说了两次 开始用一些答案的角度 去分析市民 以往政府就很少这样的 通常叫大家黑制 隐阳 香港自由城市 包容 用那一次 谁不懂吗 反而你想怎样解决 边境水货城是一个答案 另外我们也提出过几个答案 例如你可以短期找一些 外国商人 建制派商人 可以做一些短期的 类似冬日购物节 或者冬日药房节 或者其实可以抄外国的 例如做一个叫做Farm Mart ool MOOC 药梅 藥 藥 藥 其實跟以往經濟的受益群是有些不同 你以往可能是買金銀珠寶和名標比較多 你通常會益了哪些呢 益了某幾個可能是大的集團 譬如買金 珠寶箱 標項 那些老闆 那些老闆其實跟一般小市民的關係比較小 但你現在光顧藥房 它不一定光顧老闆 即是不是連鎖那一間 它不一定光顧那兩間 元朗很多藥房都不是 元朗是有那些什麼藥房名都有的 沒有英文名的都有 全部都是中文名的 你不一定是屈記萬記的 所以你想想那間藥房背後 除非你說背後全部都是黑勢力 否則的話其實都有一些小家庭受惠 如果你是製造一個巨型的邊境購物城 你最後誰得獲益 都可能是某地產商獲益 就沒有那麼把資源分散下去 所以我覺得會不會現在來光顧這些小商戶 都是一個令到某一種自由行的財富 可以分給其他人幾個方法 我知道為什麼我說完會被人打 因為現在基本上他們不想做自由行生意 那麼多人 但是這樣去做這類型的自由行生意 又可能跟金譜 標行那些不一樣 因為標行那些不是日用品那些是奢侈品 香港人未必個個都會買名標 或者買名標 但是那些你都不喜歡 那些你都不喜歡 那些你又說 哇 整條街放東西霸了買了那些 沒有西藥房 變了這些怎麼辦 所以其實都是 工又不著智又不是 一水兩頭爛 但是都是那句 我覺得如果你說 譬如今次你見到這麼大混戰 有些組織在網上集了很多人去元朗 但大部分都不是元朗人 那些是全部搭港鐵 車車車去元朗去做示威 相反看回元朗人 元朗人反而覺得 你這樣搞 你搞到我們 你不是在幫我們 你是搞到我們 因為你見到他們有打架 甚至店舖全部關門 因為今次的遊行關門 有五十多間店受影響 那是不是一個答案呢 如果大家有看 整個月前那些 在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都有說 不是一個答案 你肯定變成他們的問題 要不然他想 他見到你更害怕 你還有一個答案 如果以區議會宣傳的角度 這個絕對是一個答案 你看他宣傳得多好 另外我們今天就看了 另外幾份報章的頭版 譬如情報的頭版 是延續上個星期 在說這個新辣椒的 十大屋苑成交七桶彈 避辣椒 細架樓 轉租封盤 這些短期市場反應 大家已經預料了 沒有理由現在突然是破頂 突然之間 落政府面 大家都要先停手 不是落政府面 而是 大家都看看 政府這一招 有沒有用 其他人有甚麼反應 沒有理由現在先去醫生試法 所以真的試試新法規 所以應該暫時沒有 但我的預測就是大家這麼亢奮的狀態 可能很快消化了 也是 看看第二季消化了 另外 上面也有單新聞 金屬學家雙邊曲芒三星推 S6就撼蘋果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震撼 其實現在 我覺得電話又是出到另一個地步 當年Nokia又是出到 你再加些甚麼東西下去 大家都覺得是差不多 是 但是現在大家 若我都知道要這麼大 是 然後滑手 大屏幕 其實差不多已經是一個標準 你再加上去 其實那個分別不大 智能電話可能已經去到一個平頂 要再突破可能是要有一個全新的東西 現在的標 眼鏡 其實都嘗試找這個突破位 但是 他的突破位就是雙邊卡 因為內地人很喜歡雙邊卡 其實香港人 可以兩邊走回內地 但是這個時候 大家看到這些通常都是一些 集牌的時候會用的雙邊卡 現在連三星 未來蘋果會不會都會低頭 蘋果未必會 但三星是一向都 希望要來地市場 都適用的 對 都適用的 另外今天 我開始以為這份是Metro 因為它是色 我是看Metro 無線 或者五模三文堡都無線 Logo 大家都認得了 就是藍綠紅 就是光的三元色加電視機 所以AM730這裡是紅色 下面的三星和蘋果就是藍色 哇 這樣 就差那隻綠色 我唯一是這樣解 因為民建聯又不是綠色 是藍色的 對 為何要用綠色呢 是呀 今早你 跟這個brand color 全部撞掉 我拿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不是拿了Metro 我最初 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看了一些大一點的字 是先的 最大的字是誰 最大的字是誰 無線 當然是730 然後第二個大的字 那條題 D.A.B. 是否感覺上會比無線大 因為這裏窄一點 這裏闊一點 這裏長一點 我開頭以為D.A.B. at TVB News 我以為是 上電視 不是 我以為是 因為Digital Audio Broadcaster 就是數碼電台 黃楚彪 我以為是TVB不做新聞 不是 不做新聞 以後直接問黃楚彪那邊 賣新聞 賣新聞過來做 這麼厲害 我開頭以為是這樣的 後來再看 原來D.A.B.是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就是民建聯 民建聯的總幹事 叫做陸漢德 陸漢德為何我經常搞亂 因為他之前在自由黨做過 他之前在自由黨做過研究主任 那一年代 他做研究主任的時候 我都見過他 後來他過了民建聯 現在又說 他就會離開民建聯 去無線新聞部負責做編輯主任 Managing Editor 其實外國叫Managing Editor 就比中文叫編輯主任好 因為編輯主任不夠Managing Editor 例如外國的大公司叫MD Managing Director 是很高級的 其實Managing Editor 都很高級的 應該就是執行總編 那類型的題目 不過香港就叫編輯主任 不要緊 名字是切耀的 所以AM730當然是說很多人很擔心 會不會是民建聯的政治取態 就直接進入了TVB 於是乎很擔心編輯自主 或者是新聞自由受影響 我覺得但凡只要將傳媒和民建聯有關聯的話 大家都是會 很擔心的 會炒作 甚至乎會不問因由 不理結果就哭出來 會用不上發瘋 但肯定會過度的神經質 所以看到香港的傳媒的發展 還未可以突破到一個關口 我不敢說它不成熟 但它未突破到一個關口 其實全世界那些大的傳媒機構 幾乎都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接觸外國的新聞報 或者看新聞 你會知道有些會親政府多些 有些是在野黨多些 總會有幾間 舉例我們經常說newsroom 這套去到第三季的美國大熱 HBO播的電視劇 那個主持人他簡直是說 我是共和黨人 他簡直是這麼說的 不過他不是共和黨的執行委員 他不是共和黨的幹事 老實說你外國的政黨是忙很多的 如果你做某個政黨 例如共和黨的總幹事 或是甚麼位置都好 你不可能再做到電視 但他說明自己是甚麼黨員 今次其實有傳說 因為上個星期徐英偉辭職 徐英偉會接他的位置 他就會過無線 如果他會過無線 他就更加是前民建聯總幹事的身份 入無線 如果你再說他 他是前自由黨 他有這麼多身份 他不是黨員 所以我又不問 然後用另一個解困的角度 如果你覺得這樣很困惑 你不如反過來再想 如果有前民主黨員總幹事 我舉個例 譬如楊森入主了無線新聞部 你又會不會覺得很邪惡 或者很大反應 或者很擔心 或者很有問題 你可以有擔心 譬如楊森能否做到 或者速度能否跟得到 全部那麼快 可能你有這些擔心 因為楊森比較知味 但這跟他之前做過甚麼 是沒有關係的 我覺得你外國的專業傳媒 其實他們相信傳媒的專業性 於是他做過自由黨 他做過民建聯 他現在做無線 其實是一個專業人士 他的才能在不同的機構出現 甚至乎你外國有很多人 是做完民主黨 然後做共和黨 然後再做分民主黨 然後再做共和黨 難道你在香港就說他是叛徒 如果他入了黨就不同 如果他是一個民主黨員 但他去幫共和黨做選舉策劃 那就有問題 但如果他是一個專業人士 他沒有進任何黨 他去幫誰就是一個專業人士 就像律師一樣 醫生一樣 當然如果醫生 再盡一點 那醫生入了黨 然後他入了民建聯 你有一個病人在急症室 問了他 你是否是民建聯 他說他不是 他是民主黨的 難道他不醫他嗎 還有病人難道他會擔心嗎 擔心 他入院的時候 吸著他有病人 我不要 不是建聯醫生 難道這樣嗎 不會 所以大家不要那麼傻 今天我不明白 如果大家這麼擔心 或者這麼不滿 這件事 最簡單的方法 答案 不要看 看別的東西 還是要看無線新聞 所以 另外今天 這份真的是MATRO 這份AM730 這份真的是MATRO MATRO今天玩恐嚇性 不玩食字 很恐怖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看看2號鏡 揚臉琴露第一殺 很厲害 那些這樣 他把雞刀掛了 然後放在眼上 再加上這些菌 這是Resident Evil 生犯危機的封面 是的 還有這宗新聞 是否需要這樣做 是的 我覺得這些也是從解冠新聞 後的角度來說 就不應該這麼做 因為這個純粹是嚇你 但答案是什麼 他沒有說答案 61歲 講男不治 剛才講男好像這樣用 講男講女 61歲 伯伯 應該不算不算 這個我都不跟他爭辯 但答案應該叫大家勤洗手 你拍著急症式的人 想說他除了嚇他之外 沒有用 還有一件事 你這版本的嚇人有什麼用 你這版本都揭了進來 如果你放在這裏 這個是封面 你都說拿的時候都很害怕 你拿的時候 好像有隻眼 今早派隻眼給你 你放在第二版本 已經沒有了 連驚客的角度都沒有 除非你說 看一看就嚇到你自己 但就算你也看 你還是放A3 因為你看 你習慣性 你看 所以 我不知道想怎樣 不過都恭喜他們有一個 DirectAsia.com的角落在前面 但由解決樂隊的話 我們今天有幾個答案都說了 水貨客的答案已經說了 預防含量的答案更加明顯 洗手 戴口罩的時候 記得顏色那邊向出 幹線那邊向鼻子 還有你脫口罩的時候 拜託不要碰口罩 最多菌在那裡 你一定是這樣去除 然後一定要反轉它 再用袋子入住它 才扔掉它 這些不怕長氣 不知為何這些答案 似乎真的要說很多次 大家才入牢